因為今天的時間悠寒 所以強調我會先講 如果大家要順勢了解每一項 你可以像我頂一次講的 像夢露再來學習一下 我主要要講的五個部分 就是 我會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做輸扣 輸扣要來累積你的輸扣 你有創意的事項 創意的東西出來 再來 人家在當局在中國社會 想他們的交友、想他們的影響 你想要怎樣突破 要了解情理、了解社會 讓台灣人什麼影響 要跳脫出來 再來 你要怎麼了解 在台灣這個地方 這個中國的媒體 是怎麼 來算台灣人的訴訟 這也要讓大家了解 再來 這個第五項 就是要讓大家說 你來吃最初級班 跟國級班的目的是什麼 還要 法理點招 對不對 職務點招 再來一個職權訓練 過五個關 希望 你們保持一種學習 這種心態 不斷的合室 來 做人的政務官 要怎麼做 這個我就簡單 介紹給大家聽 因為台灣人 還有大家都是素人 台灣人 你說在中華民國 這個體責的台灣人 去做官 做總統 但是是中華民國的體責 是台灣人做的 理領匯先生和 彈水病先生 但是 不是 台灣人 依台灣的名字 我們去 來管理台灣 所以我們 請出一張八爪 我們要怎麼合室 這也是我 在台灣民眾的這段時間 我自己也去合室 去託職 要了解 什麼方法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參考而已 哪有什麼需要改善的 或是說需要進步的 你跟提供給我 怎麼向上來進步 我現在要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一個生物論 這生物論 達爾文都知道 達爾文這個 這個學說 大家都知道 對嗎 物競天責 對嗎 這麼多基因 這麼多人種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基因 你留一個最好的基因 留下來 這個最好的基因 就一直繁衍 大家來看這個基因錄 大家都知道 這個蠟 大家都知道 紅棍跟館子是好的基因 對不對 如果紅棍在那裡 他就吃不到這個 消化就會死去 對不對 意思是說 好的基因延續下來 這可能大家都不瞭解 這意思是說 他這個婚宅也要再生化下去 他就要吃這個食物蓋 換下去 但是他就 要怎麼吃這個食物 對不對 那當然 他就想來想去 那生來生去 有一個方法 結果他發現 說這有一個 擋好基因的 這樣用 嘴巴幫他 刷刷刷 刷這個 方圍 竟然可以吃到 是不是 這意思是說 他就是 當下一個困難 當下自己想要解決的事情 想要愛的東西 然後一直想來想去 左想右想 想很多方法 想要得到它嘛 他現在就在想 盲目的在想 想到最後 他知道要怎麼方法 就是 找到一個自己 可以解決事情的方法嘛 啊 後來 還出現這個 他就不用想那麼多了 對不對 馬上雞腳就可以吃了 是不是 這就是一種 你在判斷 事情要怎麼解決的 當中 要去輸扣 輸扣之後 你提供一個 這麼好的方法 你就可以達成你的目標 啊 如果一樣的方法 你就直接用這種方法 齁 啊 這個叫做巴伯生物 他的理論 他說齁 我們大腦也有一種 一種 歡迎的方法 電腦的 就是像 神經的傳導嘛 啊 馬上做一個反應 譬如說 我們自己本身 生理的一個反應 來解釋這個 理論嘛 就是說 你從來看對面的車要過來 要撞到你了 你是不是 喔 趕快 趕快撞一下 才不會叫它撞到 對不對 那就是你本能 本能 所產生的一個反應嘛 啊再來 你如果說 這個電鍋的東西燙 我要撞起來 要用一個模布 對不對 才不會叫我去撞到 那時候你就會撞下去 你就會說好去撞 你就想說拿模布 拿起來 這意思是說 你本身 你知道要怎樣 去 馬上去應付這種危險 這種狀況 我 我會等一下做一個結論 其實最主要結論還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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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技研 你會知道 去學那個什麼美 那個人 現在是人技嘛 日技嘛 有人說 我去 學習 德語 法國 這個比較強的國家 你去 藉著這個語言文字去學習 那就放大你的思維 你去學習 不斷的去進步 你在一個 知識跟經驗的累積後 你就去適應環境 適應環境 你覺得說 你的東西還可以創作發明 利用他們的 你所學習的 要用這種根基去扎根 你就可以改良 改造 你不但能夠適應 可以改良改造 雖然說達爾文 還有巴伯 斯均 他們這種 生物理論 但是最終 雖然我們基因 可能有所不足 可能 我們歡迎 可能也沒那麼好到 但是 你找到這個 技研跟文字來學習 擴大你的視野 你的觀感 你的想法 所以要不斷的去學習 長進 去閱讀 比如說 我們這個 新台灣論 之前你來台灣民進府 之前你有讀過嗎 你看到這個 這個 法理語言 你是不是說 你的思考 會放大 你看的東西 比一般的人 更高的層次 所以我要強調 就是說 你不斷去學習 把你的大腦 跟你的視野開闊 這重點很重要 我們接受到這個 有的步驟 你現在接受我在說的 你儲存進去 我好的儲存進去 再來分析 分析 你要說出來 要控制啊 因為我去讀 之後我去控制 我說 適當的議員 讓大家知道 我就 說出來 要怎麼說 如果我隨便說 就是沒有這個 セミナー 就是說 我根據這個 劃度 或是跟大家互動 開火之後 我得到一個結果 或是說 我用我的循環 描繪出來 這就是這個大馬五步驟 因為我今天說的 沒那麼多 所以我 有些押評 重點 我就先說 左右腦大家都知道 左腦右腦 右腦 是跟藝術 比較擅長於想像 還有空間 藝術 這就是 科學啦 算術啦 記憶方面 你去了解自己 你熟悉什麼 你要有沒有更多的空間 讓他來學習 了解 擴大說 你子午 還有你有小孩 你小孩 你要了解小孩 要怎麼合材陪 他這方面不可以 你就去放棧他 另外這方面 另外一方面 他厲害的地方 不要去跟阿伯說 我一定要託主 一定要背誦 一定要做儀心 他就 畫畫就有天賦 為什麼一定要叫他做儀心呢 你要了解 人的這個左右大腦 要去手的東西是不一樣 他的思求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去說 一定要把他禁止 他要怎麼改 希望他怎麼 結果這個小孩 自己背道而馳 就變成說 跟爸爸媽媽的感情就不好 所以你要了解自己 也要了解你周遭 以後你當政務官 你要了解說 這個政務官 這個我這個事務官 他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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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叫他做 跟他很厲害 讓別人去做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了解人 人的人性看人的大腦 你就覺得 你要去接一個政務官的工作 你就不會那麼大的挫折 你能知人善用 大家有概念嗎 我也在想 讓這個人想太複雜 還在中華民國的體制裡面 喔 到底這些人就在派管理 所以你要有一套方法 正向思考和負向思考 我都不用說 大家一看就知道 你正向思考 你搞了分泌好的傳遞物質啊 腹向思考就不好啊 不好就會生病 對不對 生病什麼病 精神病嘛 這麼多年輕人呢 十幾歲就精神病發作 那是什麼原因 你除了說 我們說基因的問題 我們撇開啦 就是這個環境 老婆讓他要你 不讓他 是一種健康的行動 這個環境不好 解釋的方式也不對 主要是一個體制 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怎麼訓練 自己的驚離 或是說你的事務官 或是你本身 都要有正向的思考 我要說思考的東西 就比較多一點 你知道怎麼思考 你就知道要有創意的東西 這個意思是說 一個病毒神經的傳導 這個來說是 no response就是沒有反應 這個就是兩個都有反應 我要怎麼解釋 我們平常是 你不來接受 我會說 你參加台灣民進府這件事 你平常是不知道這個法例 你是不是 很 很 就是跟外面那些人一樣 誰都不知道 公公 媒體或是這個交友 或是這個什麼 把你 創得濃濃濃的 你就帶他走 對不對 但是你來台灣民進府 知道這個經理之後 你有一個push 這個點 你就 push到最高點了 你知道嗎 你有經過試協 經過輸口 經過合宣 經過進步 你幻然一心 你這個傳導到這個 電位裡面 你神經的活化 你知道的東西很多 這個要來講 你已經到自高點了 外面的人沒辦法 沒辦法影響你 所以不用再透過其他的影響 你就可以到達最高的境界 但是這個還可以再push去 都不斷的神經在傳導 我現在給大家概念 為什麼人都不改變 要說希望政府怎麼進行 你不要出政典 你選到殺人殺人 你又沒有跳脫那個框框裡面 這主要是說要有勇氣 你重複做同樣的事情 你覺得說 我要希望怎麼樣 對不對 再來 你的大腦是什麼樣的大腦 你是停滯在 我現在對於職業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階級之分 我只是用它做比喻 假設一個工人 他長期都沒有自己進步 孝須說我要移步登天 我要擁有老闆的能力 就跟老闆搶聲說 為何你做老闆 我要做工人幫你做事情 你要想說 你的本分是什麼 老闆跟老闆說 不然我要讓你心服苦服 我也不會幫你甩膏 你就用例子 去打破他 他自己的思維 不用說一大堆的大道理 他就叫他的心路起來 說不然你現在 對我噴碗 你就把我沾下去 沒關係 說你把我沾下去 你把我沾下去 你不是把我洗頭了 沒關係 你就勇敢地沾下去 他說要沾下去 他就想要沾下去 他就想要沾下去 因為麻煩 不麻煩 還心水給我照 當然要沾下去 人家 身體是閃 閃開 他就沾下去這個壁 我要說什麼 人家 為什麼做老闆 他的頭腦是什麼結果 我大家了解 說嘛 生物論 還有剛才說左右腦 人家有那個腦袋 他才可以去管理 他這個公司 才讓公司進步 業務蒸蒸日上 你幫我給你 有薪水給你 你現在挑戰這個老闆的權威 你有能力去做老闆這個威勞 所以這要訓練 你自己想要往上面爬 不是靠別人的力量 也不是說要跟他搶聲 人家有努力打拚去做一件事 你怎麼可以去否認別人 你反而要檢討自己 你自己有打拚 去豁華台 新台灣人 你在說人家康律 我們做人的威力在說什麼 你有你的能力 你先培養你的能力 你可以做到大的程度 這是愛迪生 他發明這麼多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這要來講什麼 主要重點就是 你把一個很無趣的東西 一個平常的東西 一個茶杯也好 眼鏡也好 手機 你根本很無趣 每天都面臨的東西 你把它看作不一樣的角度 不然角度就有創新的東西 因為你去思考 我們要怎麼變化 這個東西 還要讓他進步 還要讓他進行 去人家 要去接受你這個商品 所以你就要去想 有好的方法去改善 就是要深刻 要想 你這個想就是 你繼續想 正在想 沒有間斷 但是不是胡思亂想 變成精神病胡思亂想 也不行 你又要把它整個 整理出來 要怎麼整理 我會告訴大家幾個 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現在來說 什麼都輸扣 這個ABC D 4的人 你跟我說什麼都輸扣 好嗎 這個人 我說馬力連弘路 這個頭像 我要做大明星 他這個人在窗外 在想說 他以前的事情 跟哪一個人 美鳳的 在那裡 在那裡 在想這件事 風花雪月 再來 他 他 批評別人 他看到什麼都要批評 看人家說話就太差 看人家說什麼 一直在 在什麼 擲演機 補妝 是說什麼 那個人在賺錢 在說生理 你都會批評 好 第四種 第四種的人說 我們這個公司 每次都 董事長 都搭來搭去 我要怎麼改善 要怎麼改善 要怎麼改善 他 互相的思考 不要去影響我 他在想說 要怎麼改善事情 還有大家 互害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黑人 這個象徵意義 大家知道這個誰人嗎 歐巴馬 對不對 他是美國第一個黑人總統 真的很棒 他要來解決台灣的問題 台灣 有中國人躺在裡面 還有一些 在台灣人 還有躺在做台獨 一海亂操操 什麼紅 什麼藍啊 綠啊 什麼什麼 都在裡面躺 都在裡面躺 臭 臭屁 他想要改善台灣人 台灣裡面 這些台灣人 到底中國人跟台灣人一起分開 分開來台灣人 跟他講 台灣的法理教育 要讓他們知道 他不可以 農家算帖啊 他是不是要有接力 他竟然鼓了兩次 我希望這次 他真的可以改善台灣人 讓台灣長期的問題 不可以說 喔 你放那些 讓他 打架也乾掉了 那怎麼可能 沒有要跟台灣人 所以我希望 這個歐巴馬總統 喔 我感覺 這個事件要搞了 我拜託他 也鼓勵 希望他 改善台灣人 這個長期以來 七十年來 這個 要繼續 這個中華民國來 摘領台灣 大家好嗎 我們鼓勵一下 好嗎 好 所以 大家知道 哪一個是思考 要改善問題 對不對 但是 你就這樣想就好了 你回到什麼困難 你自己改善 這個叫思考 思考 有一種正面的 這個效益 是在解決問題的 人家說 要合理的思考 正確的思考 才走向正確的方向 這個思考 是這麼重要的 我本來想要給大家看一個影子 沒關係 你網路看 主要是說 你看乾淨的東西 為替你補乾淨的 那是假的 你去思考 那是假的嗎 我要來問大家 什麼叫做科學思考 還有哲學思考 哲學思考 是沒有答案的 我人生要走向什麼方向 我要做醫生好咧 我還是做老師好咧 還是做藝術家好 還是做作家好 這沒有答案啊 就你去實踐它 那你答案你自己了解嗎 未來如何嗎 科學性的思考 是說 我要去研究一個 這個 這個 就是實驗室 還是說這個 我說要創意的思考 我不斷去研究它 我希望是有一個 答案對不對 那當然用科學的方法 我不能自己瞎想嘛 要有一個結構出來嘛 這是有答案的嘛 要問大家 我們日俗美戰 是哪一種思考 科學 對 為什麼 因為它要找 點底 看不到 人生一個東西 對 人生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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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人生一個東西 對 如果這個法官 還是說 警察 他們當然不要說 這要推演 就不要有科學的方法 對不對 我們的法理是很有科學的 它有了答案了 經過我們秘書長 還有這一群 我們帶領出來 我們這邊精英 我們都不斷去了解 研究它 最終我們的法理地位 就是日俗美戰 最關鍵就是馬關條約 跟舊金山和平條約 都會繼續跟同學說 因為我在思考的這個部分 我會講多一點 我們一定要看 這個思考的一個整個過程 你要有認知 認知後 你有想說 要怎麼解決 解決就是要評估 評估有正向 評估的方法有 你要怎麼處理 你會效嗎 如果會效 你就用 你所建立的方法去解決 我剛才說 建立的方法 有死的生物論 如果一樣 你就一樣 不一樣 你說不一樣 要怎麼用 他現在跟你說 你的比較 我們的經驗 我們要去比較 哪一種比較好 要怎麼比較 你可以參考大家 參考授 參考人的經驗 看有授嗎 還是人的案例 你最好授 最好的方法來解決 這是一種評估 那決定要怎麼做 這是一種循環 輸貨的循環 我還要說 這才有味道 這切是 一本 你是想太多 還是在思考 有三十六個方法 三週出版社 我不是跟他提供過 我是說 一本主菜戰 我最重點也要大家說 我如果說 我如果說 和米 我如果說 歐巴馬是米 這個習近平是A 習近平跟歐巴馬 跟 因為 他們兩個人在說話 面對 對他們 沒有了解 這兩個人的 那個演講 沒有了解 他跟大家說 A 這個習近平說 我說的話 絕對是正確的 對的 歐巴馬跟大家說 這個習近平說的是假 你要怎麼碰到A跟米 歐巴馬說的 你去推演 他說 他說的跟他說的 他說的 他說兩個人 我現在要跟他說 他跟歐巴馬說的是真的 歐巴馬說的是假 要怎麼碰到真的跟假 對 要怎麼推理 他才跟你說 到底誰是真的是假 如果說 他說的 他說的是真的 我們就 以他出發正確的 來講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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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他跟歐巴馬說的話都是對的 歐巴馬說他不對 你有覺得矛盾嗎 如果他不對 他說他們兩個人對 結果他說他不對 就矛盾 你有覺得矛盾嗎 他說他跟他們兩個人說的是不對 他是對的 是對的 然後這個說的是不對 他說他不對 你有覺得矛盾嗎 你以他的利基 是他不對的 剛剛是 起點是他是對的 可是矛盾嘛 以他否認他說的話 兩個就矛盾嘛 如果說 以他做是不對的 是不對啊 他說 他說 他跟他說的歐巴馬 兩個說的是不對 歐巴馬說他說的 他說的是不對 這個邏輯就出來了 你要去判斷一個人說話 要去推演 A說A對 B說B對 你要去判斷是非 你如果這個說起來 你會混淆 你如果做對象來說的話 你會比較清楚 所以你跟信領上說的話 這個空水不濟 一天就跟你說五四三的 邀言厚重的 你會不會去聽他的話 但是 往往都有人會去受影響 但是你要去判斷 去分析 去了解 清楚自己的這種概念 你就只會說 喪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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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怎麼說創意 創意這個 這麼多 我剛才說的創意就是 你不一樣的東西 去判斷新的東西 頓入 全神關注 開放自己思維 把思維整個架構起來 然後再有創造的一個案子出來 再去執行 下面還有去執行 這個階段 下面還會再講 你看這新的東西 你一看來說 我沒看過 人家說這樣 這才算創造 這就是說 一般的樓梯 做一個 跟這個 這個鍵盤這樣 這個 那個 人的鋼琴 的鍵盤 叮叮叮叮叮 改變六十六 趴 人的這個習慣 所以 你有創意的東西 會改變人的生活 改變人的幸福度 方便度 他們就會想 想要 更往更好的 更上層的 這個層次 去做發明跟研究 像這 大家都知道 Doraemon的白寶袋 你不要看 看說人家這個 飽飽 沒什麼 也有人在用 一種疏忽的方法 去做什麼 空氣槍啊 去做什麼 大小縮影 等等啊 你看這 有可能 你用另外世界 到另外一個 時光機器 或是做任意門 我現在持保留的態度 我相信人類的聰明 不斷的 一個再進步進步 未來我們不可 不可去把它限制 所以我們保留 但是這個 有這麼多可以創 創意的東西 等著大家去 去想像發明 這是台灣人 這個海綿城市 台灣人的 這個循環喔 把這個做 做三個層嘛 一個虎寧層 一個碎石層 跟水層 這個空窗 這就是有一個 四角的空 如果水流 風水流來 就變成 從這裡滴下來 碎石層過濾 讓空氣永遠都是乾淨的 然後這邊有儲水層 永遠都不會缺水 所以這是 人為甚麼 在台灣 可能都不知道 因為 都在做專家 為甚麼 都跟議員有關係 所以這要怎麼說 這要怎麼說 所以打破這個中國社會 因為這種 關關相戶也好 這種要怎麼說 那種 扣關的 扣立業 貪污 這都要改變 你要不改變 好的人 好的生活 好的政策 要怎麼出來 台灣要怎麼進步 中國社會就是 不讓你進步 讓你講一講 是不是 人家就是這個發明 主要是說的 這麼多發明 都這個3D列印 很稀奇 它不再平面了 它列印就 幫你做一個立體的東西 那這個立體的東西 在我們醫學觀點來看 它可以做一個關鍾 心鍾 油漬 還賦予它生理的功能 然後你不用再去擔心 如果心鍾正經不好 可以換心 用這種的3D列印 工業啊 藝術啊 什麼任何的行業都有在用 那創意有這些方法 因為太多了 所以我可能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還不只這些 還很多 六頂帽子 這每頂帽子只要想一個 這個帽子裡面的想法就好了 譬如說我們說紅帽 紅帽就是說一個感情的 不是理性的 我們要說這個白帽 它就是你要有客觀的 這六個帽子統合起來 用六個人的思考 然後 小心謹慎 做一個藍色的帽子做統合 讓你不 因為你不可能 別人說 人都有這種 這桌子複雜的 你去影響 他去影響 你就想一種 有這個循環 大家有這個循環 再來放大這個東西 怎麼這個議題 這個問題 怎麼做解決 我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上網去做了解 然後還有 635 635是說 你一個有六個人 這兩三四五六 然後五分鐘 他要想一個 都做六次 這樣算起來 三十分鐘有一個循環 一百零八次 你有想要把它射起來 一有想要 要多多 就把它射起來 射起來這個一百零八次 這個理論 大家把它射起來 要做分析 你不要說 人的大腦是 多麼多麼的厲害 你就一想 這個議題怎麼做改變 有些會交通 會 大家都是國蘇國人的搭車 這個六個人來想 一百零八 怎麼要來 抽絲剝繭 來改觀 這就是 德國人發明的 所以我們的大腦裡面 裝的東西 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是說你不需要用而已 是誰不需要讓人家用 就這個社會 讓你結婚說 每天看公公的電視 那個 沒有什麼效益的那種 什麼電視劇啦 你這種新的東西 你知道嗎 我如果沒有說你們不知道 我如果不知道呢 我也是 自己台灣民進行 了解 我自己 了解 我說台灣人的頭 怎麼這麼認可 為什麼還要讓人壓抑 還是讓人 用這種教育來變 那麼空中 我就覺得 這麼不瞭解 所以我們要突破 突破 要去想這麼多東西 這個屬性 就是說 你的舉法是說 擱一個東西 分作三項目 名詞 形容詞 動詞 要有細分 那 譬如說這個麻辣鍋 名詞 形容詞 動詞 主體 性質跟機能 再列出來 他的特性是什麼 你覺得麻辣鍋的特性是什麼 這樣嘛 這樣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想要改變 太辣啊 不健康啊 哎呀 這個用這個火鍋煮齁 實在太危險了 如果說那個酒精 那時候 我也有人用酒精去煮的 你說什麼鍋都用酒精去煮的 結果 造成這個灰災 這要怎麼改善 大家想嘛 這麼多快點 我剛才都說了 要怎麼改善 你用這種條 這種列舉法 屬性列舉 根據他的特性 就根據他的缺點 那你要怎麼改善 你用這種訓練自己的方法 疏忽的方法 你去看 這也可以用 任何的方式 這個物件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 這個人的構成 你也可以做分析 只要你要分析 人與人之間 就不會那麼多衝突 因為你了解嘛 我這是把它用在物件上面 這用數位相機 你回去 拿個A4 想一個議題 來去想 你的源源不斷的創意就出來了 這是風緩 創意十二絕 但是我讓大家快速看過 因為那個時間悠寒 一休息而已 加一加 我創起來有什麼效益 大家都知道這個圓屏 人家發明這樣 這橡皮擦不會亂爬 走 還有這種方法 增加以附屬的效應 剪一剪 如果我剪起來有什麼狀況 有什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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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小的陽傘 變成這種遮陽大傘對不對 那小客車呢 擴大 有什麼狀況 有很多人要坐 你就有車 就要 熄到更多人 不滿足 跟很多人來 接受 就是變成都大眾 這個供應的這個 能夠順利 這個需求 對不對 因為 因為我們有需求 你不能夠永遠 扭線於現有的 你還去擴大 這個 廣大的 這個民眾 他的需求 你這 NP3嗎 發明成NP3 你有想到嗎 你這可以 這樣濃縮嗎 現在 大的電腦 可以用小型的 Notebook對不對 現在就把 iPad 類似那個 可以下次 只要有人發明 可以在 假如說在iPad 做簡單的作業 這個 也是一個想法 對不對 簡單的那個 Microsoft 那種作業 假設以後 iPad也可以怎麼做 因為 讓大家去思考創作 然後改 改進一下 這吸塵器 這樣改起來 我們 屁可以改變 屁可以 只要是鞋子 我們不一定要 只要是鞋子 我可以改變 有可能 我們鞋子 可以搬起來 有沒有 有一個電腦 我穿這個鞋子 我就變什麼 穿高跟鞋 我就變一個 欸 漂亮的女孩子 沒有人家 這是 題外話 醋味 你有沒有想說 你的皮鞋 球鞋 可以這樣 怎樣做改良 變 欸 要美觀對不對 這簡單的喔 人家受到呢 就有經濟效益出來 這些飲料 要怎麼改變 這有的是食品添加物 我們知道食品也要加一些添加物 這添加物我們就要再監測說 它對人體好不好 這個就是讓大家參考 欸 這雙節鞋要怎麼做 你有這個概念 單獨的跟它串連起來 還可以串連不止兩個 對不對 你這車廂的連結就是這個道理嘛 你如果想說 我一個力量不夠 兩個 你要怎麼 想法 你是不是就會擴大自己想法 要發明一些比較新型的東西 它兩個加起來是加分的 把它串連起來 手機 也經過一些吊飾 就增加它的那個 效益出來 參考 學習 模仿 硬幣做代幣 ATM也是在那裡錢的啊 我們還要儲存 這光碟裡面 可以放在那個 磁鐵片 USB 把它插下去 這就是 我龐大的系統 我可以用最簡單的東西 攜帶方便 又做最大的效益 小孩都會黑白鑽對不對 不是啦 不要動作狗啦 就是用這種方法 小孩不要這樣 砰不去 現在都會砰進小孩 對不對 讓電腦 電腦的鍵盤 可以還有什麼功能 利用這種 我可以 可以 讓它在我身上 在我周邊 我可以用最好的運用的方式 這個道理 就是搬一搬 把那個想法 搬到另外一個想法裡面 反面過來 家具也可以反面過來 上面就是 這個要來說什麼 這個水 你如果沒有從這個空 下去溢出來對不對 他就從這個空 這都限制 讓我現在限制的政策 你覺得 為什麼現在 台灣人都找不到工作 一種可能的原因是 外勞太多 但是外勞對台灣的經濟 是有幫忙的 那沒有那些人 我們台灣經濟 喔 還比較困難 因為大家都沒有做出工啦 那沒有那樣 讓那年輕人 來回到他這個就業市場 怎麼樣對於外勞 怎麼樣做一個適當的 進來也要設置 限制喔 你不能說他無限進來 然後真的就是讓台灣 很多基層的工作 都是他們在掌握 讓年輕人沒有工作 大部分普遍這樣子的話 台灣經濟就掌握在外勞身上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變成說 你的生產力什麼都下降 這要有一個措施 這要用在我們以後的政策方面 執行 一個政策出來 你怎麼 就是集合大家的這個想法 我剛才說嘛 365對不對 369的想法嘛 你可以 365的想法 你可以 集合大家的想法 然後怎麼去做改善 那你要說 要開一個party 這個 這樣可以運用這十二的方法 齁 這個齁 另外一個這個 那個 記憶的方法齁 這個請上網看我的那個上次 因為時間有限 那我這個簡單說一下 九公 這個 九公格思考法嘛 這這樣大家都看不 這個有一個螺旋的想法 這個主題 這是放射的想法 我們直接進入這個議題 就說 我要這個洗衣 精能又好好的銷售 我要為什麼 為這個 螺旋的方法 這每個這邊幾個 齁 方格裡面的想法 都是你要改 就是要改改善的 齁 怎麼 這個步驟怎麼做 都包括在裡面了 一個 達成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這種 正向螺旋的思考 來幫你改 就是讓你改變 齁 你這個銷售方法 成為更好 用這種方式 大家知道嗎 發 好 會好 不斷的 有一個 程序 去思考 然後去解決問題 那這個的意思 我們直接進入這個 比如說 我要銀星 啊我有這個幾個 旁邊這個 八格 它的程序 那這個就 在人員部分 又跳脫出來 我人員方面 要怎麼做安排 那在地點方面 要選擇哪幾個 時間 就把這個 問題 用放肆性把它放大 怎麼做 解決 怎麼安排 這是新制圖 有中心思想 然後特別有主幹 私幹 再種類 過哪 這個主幹來講 這個叫做這個 Brain flow 主幹 我要思考一個 去阿里山王 我要怎麼去思考 我要去哪一個地方 定點 那這個 就 Brain flow 就是我延伸 比如說以椅子來講 我延伸它有什麼樣的想像 怎麼樣的解決方法 這個都可以再延伸 我現在來做一個統整 這個是 Brain flow 準備 保險 行程 時間 地點 那這個細項 我這細項 要怎麼安排 安排之後 要怎麼去把它做統合 這個都可以喔 大家去想說我要解決一個問題 從這個開始 要怎麼來解決 我現在來說 喔 我肚子很痛 這也可以用 這個健康管理 我肚子痛嘛 這邊旁邊是不是Brain flow 大個方向 主要的主幹 這主要主幹 然後再延伸下去 我要怎麼去做 我健康的管理 大家應該有個概念喔 阿這個喔 他這個記憶術也是一樣 這個是主 就是主題 那這個就是主幹 那這邊就是 他的質幹上面 又衍生一些 一個 他要置放的一個 關係的這個 點 關係的這個主要的切入點 阿你怎麼去做 記憶也是 改善也是 阿你發明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再延伸下去 齁 我今天只能說概念啦 那螢幕會有一點跳 齁 這個就是 魚骨圖 魚骨圖來解決問題 像這邊是解決問題 像那邊就是 你可能覺得問題是什麼 把它 做一個表出來 喔 我要改善說 拿油的不對 我怎麼有什麼改善的方法 這就是變成這個是 這個就是 這個是關鍵嘛 這主要的議題 然後這個就是 這四個 就類似那個 brain brown 就是那個花瓣 主要的這個關鍵 這個是我們的議題 這個下面就是flow brain flow 我要解決的是什麼 這也是 反正我們 有一個中心主題 你在想說是主幹 主幹在延伸 問題就是這樣解決出來的 那這個統合讓大家看 你有一個idea 你要去分析它 它的優點缺點 然後它可能 遭遇到的困難怎麼解決 改善嘛 有一個改善的這個方式出來 那我挑到一個 剛剛說開放創新創造 現在要執行出來了 我這個提案就是一個執行 那再用一個圖讓它簡單來看一下 就是說我現在有idea對不對 譬如說要炒菜 我有一個食料 食材 然後 我就在家裡 這樣煮 煮了 煮了覺得 欸 炒鹹醬 有好吃嗎 這個人說 菜嘛 還要雕刻啊 塑造啊 欸 不好 再回去 重新來 那讓你 你所謂 煮的這道菜 端出你的菜肴 這個菜肴越來越香越好吃 這個idea你知道嗎 idea就是你的食材 你方法 中的方法 就是你要怎麼企劃 你呈現出來 這個菜肴結果 你要不斷的再去行思 改變 這也可以用心製圖 來做一個 一個整理 你有一個企劃出來 對象 構思 內容 跟這個進度 這個簡單跟大家說 你不要有一個企劃 一定要有你 就你個人的經驗 然後你的團體的經驗 再來 你有外來的經驗 你本身 本身個人的 還有本身個人的團體 再來 你在外面的經驗 那你要做一個流程出來 那當然 你有這樣 記得開放你的思維 還有一個創新的整個 創新的整個主體出來 那你就創造的東西 就要去試做 就提案完成 Action 就要去做它 這樣只能夠提供大家的概念 因為這也要實際讓大家參與 但是我沒有講這個 大家大概都不會去了解 因為那個是 好像這好像跟我們無關 但是你是政務官 如果你要拜 你可能有一些案子 你要做裁決 或是說你請專家學者 來做擬定的話 我們一般都是 都是先參考別人的提案 是不是參考別人 怎麼憑空想像 對不對 那參考別人 我們要更精一層的 怎麼做改善 這個也是一個思維 那你有新的東西 你怎麼把新的東西 做一個 我剛剛說的 創新改造 然後要去做它 然後要一個組織的概念 那組織 那不斷的去跟人家互動 了解 怎麼做改善 讓這個 你組織出來的東西 它有效益 那你提案完成去實踐了 實踐完又有問題 我們是不是要做改善 譬如說我們健保嘛 當初怎麼會有健保 已經集聚眾人嘛 參考國外的嘛 那你實施健保有什麼問題 已經提案已經做了對不對 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還要改善嘛 不是說 人家就一定這樣下去 你有一個概念 你就知道 你要怎麼做 不要說 腦筋都沒有東西 不然你做一個政務官 一片空白 我現在要說 要當台灣民政府 一定你每個單位 都要一個提案制度 要有新的 對於你現狀的東西 你要做一個改善對不對 鼓勵員工去做改善 這是我在我的工作單位 他有提供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 我們 台灣民政府 以後要走的方向 就是要人性化的政策 你滿足生理需求 你還要人性化滿足 我們的生理需求 安全還沒有 做間飯科一塊堆喔 我們吃青 19K要怎麼過生活 所以讓台灣民政府 接種款 你一定要實現 一定要努力 來建設我們台灣 讓每個人都能夠 自我實現 讓這個社會 都要呈現一個快樂 幸福的狀態 不能說台灣是鬼島 然後我要離開台灣 我要去移民 我不希望這樣子 那我們台灣人這麼聰明 怎麼可以讓 我們的人才外流 然後讓我們人民 心裡不快樂在台灣 然後互相鬥爭 怎麼可以這樣 你是不是有新的思維 大家告訴我 我講到這裡 那我要來講這個 我要講 我要講一個概念 在座也有一些 有一定的年紀的 那沒有這種一定年紀 來堪行這個年輕人 讓台灣民眾 怎麼可能再多年輕人 立立了 這個 現在很夯的一個電影 我覺得我建議大家 去看這一部電影 我看了我很感動 從頭我也笑到尾 但是他用幽默的方式 詮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這一個 我覺得 他是說什麼 的英藤 就是這個實習生 高年級實習生 但是我覺得他是智者 那要說 這個電影 的英藤 實在 不足以形容他這個人 他的那麼樣的智慧 我覺得這個是抵护的人 他七十歲 退休之後 也是說 進化啦 找便宜去這幾天 去國外出土 去打太極拳 但是 他是一個很優秀 退休的人員 他希望他能夠在 七十歲以後 我還能夠 去做一些有意義社會 也讓自己能夠開心 讓自己也能夠圓自己內心的一個夢 他去應徵他這個公司 你看他七十歲 你會怎麼想 曾經有學員跟我講說 他歐巴桑 歐吉桑 他看不過 他說我哪有可能 我這麼優秀 怎麼會看 可能他們不好 你一來台灣民進府 你不能帶個懷疑 批評 或是看不起 人家七十歲 你會看外星 或是說他 你覺得他沒什麼 但是人家的內心 充滿的地位 他人身有經驗 人家要去合適這個 要跟他互相的 互動 看他有東西 我們會互相交流 我給他 他給我 我們會進步 你開始用批評 像我覺得自己 抬高身價 很厲害 你是不是斷絕了跟別人的交往 斷絕也跟別人的互動 斷絕跟別人的這個 這個機會可以進步 啊你對你的屬下是怎樣 你也會看不起你的屬下嗎 我覺得大家抬頭要了解 你不能用年紀 來去取決一個人的價值 我這個要說的是什麼 這是我們周迅一個外國老師 我覺得他講的太讚 他也是 我們董事有提供我去看 周迅這個老師也說 這個一定要看 要不斷地閱讀 ING就是不斷地去閱讀 閱讀 學習文字語言 就讓我們擴大 原先那個範圍裡面 再往外面擴大 這就是你要觀察 你細細地去觀察一個小孩子 的成長 去享受他 然後幫助他 這就是這個蝴蝶嘛 你可以去觀察他 這沒什麼就這樣 你就沒有觀察的能力了 他為什麼 一個蝴蝶 從頭到腳要清痠出來 這個蝴蝶不會出來 沒有什麼掙脫這個蝴不會出來 這是很有興趣 非常有趣的 你把它當作一個很有趣的 你就會觀察萬物 你就會讓自己的頻率 不要那麼緊張 你可以緩和自己 仔細去觀察每個生命的重點 他成長 然後他的個性 他在哪裡 你就可以觀察得到 這個 就是叫你 要有好奇之心 好奇你知道嗎 好奇你就會覺得 對很多事情 感到也有趣的事情 這就是 understanding your own 這上面你知道嗎 就是你的文化 這不是說培養自己 這培養也是生物的說培養 culture 你的文化 你的個人的style first 不是 我們尊重每個人的價值存在 你有的想法 你不要抹去你的夢想 不要因為別人給你加在你身上 你就忘記了你的夢想 以你自己 了解你自己 我剛剛說了解 你能耐多少 不斷去追求進步 我希望大家去看這部電影 讓我覺得很問題 我本來要放給大家看的 因為它實在讓我覺得很敬佩啦 整個過程當中 讓我覺得 我的人生當中 我很需要很多像這樣的智者 欸 我們來台灣民政府 我們大家長 林志森 秘書長 他就是我們的智者 帶領我們 我們 我們要更謙虛謙卑的 去了解 事實 真相 然後就個人 不好的缺點把它改善 因為純潮後 要15分 要了解中國人 其實重點就是這樣 有時哈股跟時辣子是什麼不一樣 你看 一台都不一樣 跳過一台又一台又一台又一台 為什麼 你看日本 為什麼都沒有改朝換代 重點不一樣 這個天神創造了三個 他們的那個 這是日本的神話啦 天神有三櫃子 其中天造大神 是其中的一個 像日 那燦爛的大神 叫做天造大神 這個是建國之神 他來請教他 我怎麼樣管理我的國家 他說 你是你啦 你是 有時哈股 我是希臘子 那是奇怪 有時哈股跟希臘子 有什麼不一樣 這就是主人佩戴有的嘛 你身上所有的配件 都是你我個人私有的 我如果要把他彈起什麼 要把他撞到壞 要把他開掉 還是我懷疑把他收藏 那都是你懷疑一樣的 那是我的 我主張的啊 我要愛他 自己怎麼樣都沒關係 希臘子就是 我告知你 讓你成長 讓你知道的屬立 讓你進步 這樣你就會 有自由發揮自己的想法 你就會進步 這國家就會進步對不對 中國人就是怎樣 你是我的附屬物 你人民不聽話 我也不要讓你聰明 這個面子的理 你看連創造 創製都是把 把酒瓶賭到壞 跟他創製 這樣 人民有資的權利嗎 他們五千年 有五千年嗎 這個問號 然後他們五千年 有比較強嗎 那都 你沒有叫化你的人民嘛 那這國家怎麼會進步 他也怕你猴 猴猴 把我推翻掉 所以你結婚了 怎麼說的方法 來大家自己 這樣 文字一看就知道了 為什麼 都有這種方法 對待他們 做通敵的人民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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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八千 是假的 怎麼還有兩千一千呢 當然也有 什麼 打敗仗啊 簽署不平等條約嗎 還有 像後宮徵環傳 那種勾心鬥角啊 上演在他們中國歷史朝代跟台灣 這個政治上面 這是真的啊 哪個是假的 所以大家去判斷 他這個歷史教育 給我們台灣人 是多麼的沉重的負擔 你會不會擺脫這些負擔 他們都跟我們兄弟啦 是說一個跟美國 一個跟蘇聯 俄羅斯 現在不叫蘇聯喔 你怎麼殘害他們自己國家的人民 啊 我要說元明清這樣跳過 我只能告訴他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蒙古是一個 是 世界歷史都有說的 意思 把你這個中國滅掉 征服你這個中國 不只喔 他整個到東歐去喔 那你怎麼說他是你的朝代 重點是什麼 重點你有檢討你自己沒有 你自己說 我做不到事情 欸 人質場景 美國也是啊 他是大國他還會做錯事情 譬如說對人台灣 但是 他會去省事 會去改過 那這國家是很有希望的 中國 他們不願意後 說他們是他的條帶 這個元朝 說他條帶 這樣大清帝國 把滅掉他也說他的條帶 他沒有去檢討 正經讓漢林的社會 就是寄這兩個異族 他們說異族啊 外來嘛 消滅掉 他們就會謹慎思考 要怎麼 不要夜郎自大 自己多了不起 你被人家消滅了 所以我們要誠懇 內心去自信 我們人家不對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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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朝代 我這個把他挑過去 他們這個中國在面對 資本主義一個新興的社會 跟他們自己原來 中國長期的包袱那種個性 好像雙重人格 因為他看出來 魯迅算是中國很偉大的文學家 他世界級的 他看得出他們自己國家的一些弊病 可是他也無能為力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然後這樣的力量起來的話 他們中國就會有希望 我也希望有一個像流氓的這個 鄰居能變好 人家保養也這樣說 對了 病毒 但是我覺得不只病毒 他們如果沒有改善 還會是癌細胞 每個國家都不喜歡 中國這個癌細胞 所以他們這個國家 只要人民再不去行私的話 都照顧自己的歷役 這就是變成什麼文化 他們自己創作的儀 家就是豬 我覺得蠻奇怪的 這他是他說的 都不是我講的 以上不是本人 我不負責以上的言論 他們自己 中國人自己說的 所以他們要歡心 他們中國人通過 路來的這種恐龍現象 我的恐龍恐龍現象 這個豬 他把牠養得肥肥的 叫有誠意 你真的是危害動物啊 你真的是危害動物啊 讓台灣人要自己 來檢討自己 你在尾巴人 去指責別人的時候 你幾個指頭 是像自己的 你看喔 四個指頭像自己 所以你要了解 自己有沒有這些缺點 他們在中國人 都沒有要檢討自己 哭別人 還說要搶自己的 齁 蔣介石靠什麼人 靠美國啊 連爺爺 回去靠中國 他們這裡中國難民 都在靠別人 他們不會深自檢討 所以他們國家 就是這樣流難 到處漂流啊 到處當難民啊 你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你覺得習近平可以統治 他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多久 我們拭目以待嘛 對不對 他10年後 他們就是 每個人輪10年 10年以後又怎麼樣 誰知道 他如果沒有中央職權 他們中國人都刷嚴嚴 他沒辦法控制他們 底層的人 已經亂的一團糟了 所以 他就是黨政軍一定要 一把抓 不然 中國至少會崩壞 一把抓會造成什麼 動盪嘛 那大家拭目以待嘛 你是有時刻骨還是蜆蜆嘛 這是我一個這個 發生在工作發生的一些狀況 造成一些不滿的狀況 你管你哪邊不滿 我告訴大家一個秘訣 卓越來自於關海 你不用去鉗置別人的想法 也沒有故意表現自己 多麼親切 飯店室的管理 我怎麼樣去擠出少年 來對待病人 或是對待你周遭的人 你只要有這個概念 我這個人的價值 我這個人的好 就來自於我關心每個人 你有帶有那個關心的心情 從小 教育你小孩子也是這樣 那你從現在此刻起 我關心 那這個人怎麼這樣 一來台灣民進府 就說台灣民進府 在那裡 歐巴桑有這桑看不見 你要不要批評他 你心裡對他絕對不滿 你來台灣民進府 他想了一堆 我是不是要去想他這個人的腦袋 你是要來破壞的呢 還是要來我們刺激成長 我們找一個方式 去應對這個人 你去關懷他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那局勢會轉變 是來自於你正向的思考 你不會輕易去放棄這個人 除非他是叛徒啦 Get out 要不然你要去帶著關心的志願 然後也要保護我們台灣民進府 不受其他莫名其妙的分子 從中破壞 你也要有這個責任 你懂嗎 所以正向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要來自於關懷 你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啦 TCG一定要跟歐美的政務官一樣 你一點一滴就來自於人民的納稅錢 你的提案你的政策 全部都要去用到刀口上 不能亂花亂憋預算啊 浪費納稅人的錢啊 喝花酒啊幹嘛那些勾搭 要很清楚 真的中國人都騙人的技術 今天你可以上網去點來看 因為八分鐘真的沒辦法 只跟大家講說 貪污的可怕 人的貪婪 你知道讓這個警察還是施法 這兩個 35%再加上16%已經一半了 所以你對我們的司法體制 會不會有失望 我們台灣民進府執政以後 絕對是不可能讓你貪污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厲害的關係 現在就說中國人 雖然我討厭他 我不喜歡 但是我要尊重他 因為他存在嘛 我們要來自於關懷嘛 我們台灣人覺得 我們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我們關懷 我們也關懷他們 你心裡討厭一個人 你不用說出來啊 但是你幫他成長 對整個狀況局勢有幫忙 我希望中國人也幸福 如果中國人要來過來了 雖然他很露的 就是非常的無理 我們也要幫助他成長 你不能就嫌棄他 為什麼 我們能革眠到那邊 可是為什麼我要做這個 違背自己的 我只能告訴大家 你的大腦是往上面前進的 你不是說往下面隨波逐流的 你要改變自己觀感想法 要當一個政務官 你就要站在最高的點去看 你不能看到你不高興的 你就把他弄掉 你高興的就把他 欸 我愛你 你是我的黨域 你是我的親信 我們完全要有一個 一套管人的方法 大家應該懂我的意思啦 我不喜歡他 但是我希望他進步 他比我聰明 他比我厲害 我也讓他進步 我不是把他弄掉 我排擠他 我也在訓練我自己 因為我在中國社會下的產物 我也有很多上述 剛剛說的很多缺點 我也一再想說 我哪些缺點我需要改變 因為我行思 因為我想進步 因為我想跳出框框 因為我想要讓我自己 做一個更好的人 最主要是我希望我能快樂 我不要去計較 人跟人在一起 那是很痛苦 一定會有痛苦 因為有衝突嘛 衝突之後要怎麼解決 這就是 依賴你願意去進步 願意去正向的思考 願意去做 有創新的方法 改變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很重要啦 可是我不是神啦 我有不足 但是我希望我藉著很多知識 給我的衝擊 給我的進步 我在這邊分享給大家啦 大家知道嘛 日本就是 這個 希臘子是說 教育人民讓他進步成長 所以在國家會強嘛 日本會強就是這樣啊 所以他們 天王從來都沒有被打倒過 再過大概還有幾分鐘 大家知道說 下關條約 就是已經代表讓台澎 是日本天王的這個黃土 這個 下關條約就是馬關條約 大家要記住耶 不是日本政府喔 Emperor of Japan 就是日本天王的英文 他是不同的對象 跟Japan government不一樣喔 所以日本天王英文台灣的主權 讓這個 對於 你擁有台灣的主權 你要交給 日本天王擁有台灣的主權 你要交給日本政府去治理台灣 在這57年來 我說的7年那個 包括了 這個舊金山合約 之前 那個就在57年的 對台灣的建設 齁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跳過去 我問大家 希臘子跟有時哈庫 希臘子跟有時哈庫 有聲不一樣 我們要檢討 我們自己 你感到是為了你自己 你感到是要要求別人 或是所求無助 或是你把你的下腳手 人搶得壯壯 或是你要有條件 你如果看 破壯 你買到哪一種人 你就哪一種品質的人 齁 就為什麼有時哈庫跟希臘子 不一樣 說 安心的一個國家也不一樣 日本跟中國有一樣嗎 不一樣 日本 然後中國認為他自己很強大了 真正的強大在於人民的素質喔 不是他的什麼經濟啊 他的船槍大砲喔 中國是虛胖而已 他是夜郎自大 你等著看喔 他四處嗆聲 我要等著看他的結果啦 就跟那個大清帝國一樣 以為他們北洋艦隊有多厲害 欸 家務戰爭就打輸了啊 那到剩下一分鐘給我 因為舊青山和平條約 我先告訴大家了 這個Japan Reuncex 就是Japan 就是Japan 這個Japanis government 不是Emperor of Japan 不是日本天皇 那這個All Right 放棄什麼All Right Tightail and Clean 這整體來講 是管轄權 主權叫這樣子 他這邊沒有說 以Reuncex sovereignty 沒有 他是這個管理 所以現在是 因為這樣 那個中國人 中介就他們一天 在美國為主要佔領全程 叫他們來台灣 通知讓台灣 但是這個租款 有完一個日本天皇的手套 你大家知道嗎 所以我今天是 什麼 佔領70年的佔領日 10月15號 他還是愚人節 以後我們就定這一天是愚人節 輿論我們台灣人啊 那這個 就我上一次 演講了 就麻煩大家 上網看一下 那最主要齁 在最後一段 這一段 就是你要跟你下屬溝通 你要怎麼做評 就是評比 就是評估 他到底做好不好 有這些幾個方式 有這幾個步驟 那你點 你可以點這個網址上去看 它有細項 這是我之前在台北周做的演講 那你可以打我的名字 上面搜尋都可以搜尋得到 那我這個火車頭 這個扛轎的 這個扛這個 扛 這個是我們秘書長 我們是沒有 我們是在旁邊 在協助的 不是說 剛才是在炒火 或是在破壞的 這些人都要把它下來 這個 在旁邊都把它 夾套 在下來 大家要到三天 我們才會成功 不是剛才在唱手 或是要批評的 這都是不健康的 齁 柯文哲他很優秀 他有很多的行政經驗 每個人也很優秀 有你自己 過去到現在累積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 那個高年級實習生 不管你現在年紀多大 你都有你的經驗 但是在政治方面 大家是素人 素人要怎麼做 藉由不斷的 我剛才講 我剛才講 好奇心觀察 保持那個 你的那個就是 孩子的自知之心 要擁有自己的 風格 那最主要是說 你還是去讀書 不斷的藉著閱讀進步 那當然是 你以後要有個team 柯文哲有一個 也是有一個連選的team 所以我們是政治素人 但是 我們同樣也可以讓 跟柯文哲一樣 雖然沒辦法跟他百分之百一樣 但是就看個人嘛 願意去努力 你就成為什麼樣的leader 他說我現在鼓勵大家 那最主要齁 這個是一個艦長 他們的艦 就是這個艦隊裡面的成員 亂七八糟的 他兩年內都把他搞定了 你可不可以 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後 新台灣的法理一定要建築穩固 再來呢 你自己也要不斷的充實 你也可以兩年內 把你接收的 你是政務官 你可以把那邊搞定 然後 台灣民政府是我們的船 我們也希望 台灣民政府接政權以後 兩年可以搞定 可以把台灣復興起來 那因為我中間有很多是跳過去的 你在前一次的這個 這個演講內容可以點來看 上一期的 那很抱歉 我今天只能講到這裡 那我希望跟大家共同的努力 這個我們在台灣民政府這個 大家庭裡面 我們不是充滿了這種仇視 或是充滿了批評 我們是互相進步 你有那麼厲害的 你拿出來啊 我跟漢漢 我希望你幫我勉勞 對嗎 我有什麼好的 不要藏起來 我給你分享 你進步我進步 是不是我們要進步 不可以說你勉勞 我也是柯文哲 我有勉勞 我的背景是這樣 你以前是什麼什麼 你如果有不勉勞 不可以用這種心態 你如果用這種心態 你自動 你接頭路 農家算退 你這麼快就給人家後照 因為我們要製造的是關懷 製造的是和諧 製造的是效率 不是製造衝突 大家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要有一個概念 因為你既然來 既來之 責安之 怎麼安之 要怎麼安打 就是去進步去學習 我今天說到吃 但不要大家五文鎮 真不好意思 我今天 謝謝大家 我說到吃 謝謝